哈囉,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主題比較特別 就是關於我的書桌的改造 那現在大家看到的樣子算是初步改造完成 但是我覺得我的書桌是一直不斷在進化中 所以現在只是初步改造成 某些有讓我心動的物品放在桌上的那種感覺 然後我就很想要來跟大家分享這樣的一個過程 我覺得在改造的過程是很開心的 就是你在規劃的時候很開心 所以想跟大家分享這個過程是如何進行的 那如果想要知道我的書桌是如何改造成現在這個樣子的話 就繼續看下去吧 那首先先來帶大家看一下我原本的書桌是長的什麼樣子 那首先看到這邊可以看到我書桌上的東西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 就是所有東西是直接就是堆在桌上的狀態 那我左邊這一個籃子呢 那種也是就是各種雜物堆在一起 因為大家知道我會做手作嘛 然後的東西也都放在那裡包養品也一起 那左邊這個區塊就是我的化妝品之類的 但是大家也看到就是我沒有把它往上堆高 而是全部放在桌上 那前方的這些東西呢也是 像是紙膠袋啊這個準備之後要處理 然後還有一些小雜物然後書架之類的 然後還有做到一半的手作的物品 然後書枝啊什麼的東西全部都在桌上就是攀開來 那我知道這樣的一個狀態其實不是很方便就是處理 像是你看電腦後面的東西其實我也很容易找不到 因為我會忘記它就是放在後面 所以呢主要這次改造就想要讓我整個空間 是能夠比較容易的找到東西 那每個東西都有它自己的家 這是我改造的一個初衷 然後大家接著看到就是我原本的這張椅子啊 就是也是不是非常好做 它也沒有就是旁邊的扶手 然後我做一做就覺得很不舒服 大家也知道就是我每週這樣上傳影片 然後呢一定花很多時間在剪影片 然後寫腳本之類的 那在這個過程中我都是在這樣的一張椅子上面去進行的 那久而久之幾個月之後我就發現說 欸這樣真的不能再繼續下去 因為那個椅子呢就是它下面是那種透氣布層 然後我雖然已經電了一張椅墊 但是坐起來仍然不是非常的舒適 然後可能動不動就覺得我椅子好像快整個都垮了 然後大家也有看到我右邊這個 是一張沙發嘛 那這張沙發就是我平常大家拍影片看到的那個深藍色的沙發 但是因為我的沙發跟我的椅子之間實在是離得太近了 然後我那時候就想說 欸離得這麼近我是不是也沒辦法買一張很舒服的椅子 所以一直遲遲都沒有去做這個改變 那這次終於做了改變大家有看到現在的這張品質 那等一下會跟大家的書桌介紹 那這大概就是為什麼我要去改造我們的書桌 那接著我們就來講說我改造書桌的過程是怎麼樣進行的吧 那接著稍微離近一點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其實我一開始想要改造書桌是很久以前的 然後一開始呢第一個步驟我是會先去Pinterest上面去看 Pinterest之前我在介紹如何找到免費的創作圖那支影片有講到 就是看Pinterest你只要打任何的關鍵字 你可以找到全世界就是他們的任何改造屋子 改造房間任何空間的一些idea都在裡面 然後你可以尋找一些你比較喜歡的風格的關鍵字進去搜尋 那時候我其實就打了很多不一樣的比如說書桌的裝飾 當然是打英文啦比如說desk, decor之類的就是關鍵字去找 然後呢透過裡面關鍵字一層一層往下去查 觀眾用過Pinterest的話就知道就是它是一個圖片一個圖片會這樣連連連連下去 就是一直去找一直去找然後Pinterest也是會記得你喜歡的一個風格 然後讓你逐漸去找到你想要你喜歡的一張照片 這就是我的第一個步驟就是其實我陸續都有在看然後做這件事情 然後第二個就是去思考你在你的書桌最常使用的這張書桌上面 你看到什麼會是讓你心動的東西 那在我思考這件事的過程中其實主要發現的就是 我書桌上本來大家看到的那些東西 其實很多不是我經常會去拿到用到的東西 但是我卻仍然把它擺在一個我最容易看到然後最順手去拿到的地方 其實這樣是還蠻吊詭的 然後我也很想要去改善 所以我是從這個角度來去出發去想 那如果有什麼東西是我在看到的時候我也很開心 也是我也常常會用到的呢 有時候不一定會常常用到 但是你看到那個東西你是會覺得很心動的 所以我那時候就想 欸我很想要就是看到我手作的那些勾針編織的娃娃啊作品 能夠展示在我的書桌上面 那這是我很想達到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第二點就是去思考哪些東西放在我最常用的書桌上 是會讓我心動然後感到很雀躍的 那我是從這個角度去發想的 然後接著呢我其實就是會直接跳到各大的購物平台 主要當然還是網購啦比較方便 然後去看他們的各種家具的尺寸 就是桌上的這種書架或什麼的尺寸 因為我剛剛有說過大家有看到 我原本的東西都直接放在桌上的 就是沒有去做架高的時候 其實收納是很難進行的 那現在大家看到這個是一個摸字型的一個書架 那我原本其實有看過那種H型的收合型 什麼自由變換那種書架 大家應該也有看過 但是這個我等一下會跟大家分享 就是為什麼後來沒有選哪一個 那我就是從很多眾多的選擇當中 一個一個去看它的尺寸它的型 然後去想像它放在我書桌上感覺會是如何 放在上面的時候可能可以放些什麼東西 然後接著第四個步驟呢 就是我會把所有我覺得可以放在我書桌上的一些收納物品 都記錄下他們的尺寸 那時候因為你是看可能MOMO啊 或者是Peace Home之類的這種平台 或者是蝦皮也是 其實他們都會很明確的把那個 各種長寬高啊深淺啊都很明確的把那個幾公分尺寸都寫在上面 用個圖片展示 所以就把它們都截圖下來 然後一個個去比對 然後呢最重要最重要一個步驟就是你要量你原本桌子的尺寸 我那時候就是因為這個MOMO就是很大嘛 所以通常應該是要差不多穩固你桌子的寬 所以那時候我也有去看 然後還有很重要是不能漏掉它的深度 你要想想看它放上去之後 它的深度扣掉之後你還剩多少的活動空間 這是我第一步很重要去做的 然後那時候我更用心的去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把我的書桌就是畫成一個小張的圖 就整個把它比例縮小 這邊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那時候就是畫了一張這樣 大家看得出來上面有個MOMO字型 然後這邊我有些有寫公分數 就是我畫出這一個MOMO字型的書架在我的書桌上感覺是如何 然後大家還有看到中間那個展示櫃 我也把它畫出來 然後其實這邊全部都是依照就是真實他們的尺寸然後我來去畫 然後我就在那邊看說 這書架放上去 左邊跟右邊好像還有一點省 整個看出來說 在我書桌上會不會感覺很滿 我就透過這樣畫出來一張圖 然後來去思考 然後去想說那我原本的東西尺寸是什麼 所以你不光是說你要去量你現在的桌子 還有你要新購入的物品的尺寸 然後去量其他的東西 比如說你本來就有一些收納盒 然後像這種後面的收納盒 都要去思考說他能不能放進你現在規劃的這個書架裡面 那接著最後一個步驟就是購入那些物品啦 我那時候就是把所有的東西就是 記錄下來之後我就一一去購入 幾乎都在同一周就是全部下班 因為我就是已經畫出一張圖了嘛 然後我很確定這邊哪個要購入哪個東西要加之類的 然後就都全部買一買 包括這個椅子也是就是那時候是有評估過就是它的長寬高 雖然其實這張椅子其實買的有點冒險啦 等一下跟大家分享椅子的時候會說 就是畢竟這種電競椅其實它是蠻寬的 但是我真的很喜歡這一張 是我很心動的單品所以我還是購入了 那接著我就來介紹我大概買了些什麼東西 那現在就可以來講講就是我現在書桌上 某些是新購入的物品 那首先先講一下這一個桌墊好了 就是這個桌墊呢它其實已經買一陣子 大概是我五六月的時候買的 它不算是這次改造的單品 但是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它其實是一個塑膠的一個桌墊 然後只是它是用一個大理石的方式來去做呈現 我記得我那時候買的好像是什麼黃白玉吧 它有一個這個名稱 然後是可以做客製化的 但是這個桌墊我本來一開始買的超喜歡 那會要買這個桌墊最大的目的 其實是因為我這個桌子大家應該看得出來 它下面的這個 看不太到下面的支架 反正它這個桌子就是之前有一陣子很夯的那種摺疊桌 所以它中間會有一個縫 那這個縫呢東西很容易掉下去 而且它會有一個凸凸的地方 所以當我電腦擺在上面或書擺在上面的時候 其實很容易受到它的歪斜所影響 所以我想說那我就買一個桌墊去平衡它 畢竟短期間內我也不太有可能就是去換一個桌子 額外去買一個桌子 那當然這個桌墊到貨的時候我是真的非常的喜歡 因為它完全讓我的桌子幻然一新 然後有一個不同的氛圍 然後又是淺色的 因為它有發現我選的顏色其實都是淺色的 因為我旁邊有個鞋櫃 然後這個鞋櫃也是淺色白色的 所以我的桌墊就沒有選一個顏色太強硬的 但是這個用了一陣子發現有個問題 就是我們不是常常靠在這上面嗎 不知道是因為我常常守在這個上面的關係 那這邊就變得翹翹的 然後開始變波浪狀 然後它的那個塑膠上面的 顏色的那一層跟下面的塑膠那一層就分開了 所以我後來就是拿那個手工一個膠 然後把它黏起來 所以它現在這邊有個黏的痕跡 不仔細看是不太會發現啦 但是我還是覺得這張桌墊 其實是改變我整個書桌的風格很大 也是讓我開始覺得 我的書桌有讓我心動開心的感覺 那接著就來介紹一下這個 莫字型的書架 那這個莫字型的書架呢 其實我一開始本來是看到的不是這個主張 剛剛有提到 就是我是看那個H型然後可以伸縮的 但是我後來發現 在我第四個步驟量尺寸的時候 我發現說 那個H型的書架其實它還蠻淺的 而且它真正能夠拉開的幅度沒有很大 就是你看到上面它好像擺得很美很漂亮 但事實上 它擺在我桌上就會變成一個非常一小角的東西 然後也不能擺什麼 然後也會讓我的書桌感覺沒有一個統一性 所以我後來就放棄了那個書架 因為我覺得它沒有達到實際我想要收納的意義 然後後來我就在Momo看到這個書架 然後它左邊有三個格層 然後這邊有一個就是一個小門 然後上面這裡有一格就是可以放我的化妝品 所以我那時候就想說 欸不然這個試試看 但事實上那時候買這個我其實是覺得蠻爽的 蠻爽的原因 是因為我的這個化妝品 因為我當初買這個Murz型的書架的時候 發現它旁邊的這個寬度 好像幾乎跟我那個化妝品的收納盒 幾乎是一模一樣的寬度 如果稍微有點誤差 我覺得完全放不進去 甚至是這格可能完全沒有用 所以也是給大家一個參考 就是大家在外面最常用到這種化妝的收納盒 其實它是放得下這個書架的 然後而且我覺得它這一格其實設計的沒有到很好 因為它這個啊它Murz型 大家看到後面的這個寬度還蠻寬的 但事實上我前面的這個啊 它的寬度大概只有它的三分之二 所以它是放不下書的 只有後面這裡最上面這個最適合放書 因為上面也沒有隔層嘛 所以可以放任何高度的書 但是這一邊其實就不太適合 然後後來幸好幸好就是 我的這個化妝的收納盒是放得進去 而且完全完全剛剛好 然後這是我一件非常慶幸的事情 但是剩下的我都覺得非常的滿意 就是雖然說它本身還蠻便宜 我在雙11的時候買好像才547塊吧 然後來的時候其實當然那種要你自己組裝了 一定是需要耗費比較多的心力 跟時間體力來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上面的這些東西啊 都全部是我自己算上去的 純手工 對 然後上面這裡我就會擺一些我的擺飾 然後這邊大家有看到有一個就是這個架子 這個是會擺我每天抽的生育卡的 然後我還蠻喜歡這樣的一個感覺 然後這裡就有一些紙膠帶 算是紙膠帶我都想淘汰 所以現在就當一個擺飾左右 所以只有在看 然後接著就要來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展示架 這個展示架它的寬是60公分的 然後裡面呢它有附一個小階梯 就是讓你可以擺你的公仔啊 然後我是拿來擺我的作品 但是這一個它是從大陸運來的 我很努力想要找台灣的賣家 因為我還是比較習慣台灣的賣家 但是因為這個展示櫃 我看不到比這個展示櫃的型更讓我喜歡的 就是在台灣的賣家的部分 所以我後來還是選擇買了這個 然後等了大概兩週左右吧 就是栽培才到貨 但是這個我到貨的時候 其實我在組裝的時候是還蠻不爽的 會講還蠻不爽的 就是因為這個展示櫃啊 它的任何卡榫 大家現在看到這些 前面的這些塑膠片 它都是卡榫卡進去的 包括它後面的這塊塑膠板 還有這邊這些壓克力板 它全部都是塑膠卡到那個 合成的木板裡面 但它合成木板下面的那個洞 讓你卡進去的地方 其實不是非常合 然後我就問賣家 然後賣家就跟我說 因為沒有用膠水啊 所以就是要卡得很緊 我後來是真的很用力很用力 然後努力不要把這個壓克力板 掰斷的情況下 才讓它是維持現在的狀態 但是如果撇除我那時候 弄得非常辛苦的那個過程的話 我是真的很喜歡就是 這個展示櫃的感覺 大家有看到我把我的一些 作品都放在這裡 然後讓我可以直接在剪片的時候啊 或做任何事情的時候 直接看到我曾經做過的作品 然後大家一定覺得很奇怪 我不是做過那邊很久了 為什麼這部作品好像寥寥無幾 好像沒什麼東西 可以放 就是很空 原因是因為 我大部分做的勾真編織的作品 都送人 我幾乎每一次會很努力的 做勾真編織的作品 其實都是為了別人的生日禮物 或者是我很想做一個東西 去送給一個人 我常常去送人 所以我作品全部都不在這 都要別人啊 就希望他們有好好的保存 反正這就是為什麼這邊是空空的 但是未來 我會希望這個展示櫃 能夠塞滿所有我的作品 這就是為什麼我要買這個展示櫃的原因 每天就提醒我說 欸你看這裡還空空的喔 然後你要加入一些你的小夥伴 那這個就是我剛剛有講到 放什麼東西會讓我有心動的感覺的 那這個展示櫃就是 就是為了達到我的這個目的 然後接著來講一下 我被我椅子擋住的那個推車 然後上面有很多的收納盒 那個推車就是 萬年不會推出來的 所以其實它等於就是一個架子啊 但是 它上面我放了很多不一樣的收納盒來去收納 包括我的攝影的器材 然後還有我編織啊 串租的東西 然後包含我的卡牌 都是放在這裡的 所以我用了很多不一樣的收納盒來去收納 讓它看起來比較整齊一點 那我當初選擇這些收納盒的時候 其實也是跟這個桌墊差不多時間買的 那時候就是因為覺得 我的東西顏色很多很雜 那如果把它收在透明的盒子裡這樣放 其實也是會看起來很雜亂 所以我那時候就想說 我要買有點霧面透明的收納盒 這個收納盒我是在蝦皮上面買的 而且蝦皮上面其實也是有 很多不同種的收納盒 那也是要把它的尺寸良好 如何去配合我的這個推測 後來一個一個東西放進去之後 我是真的有覺得 我整個旁邊的這個推測 真的是讓我覺得一目瞭然許多 因為我已經習慣了說 欸這個盒子就是擺我的 狗中編織的材料 然後這個就是擺我的攝影器材 然後這個就是擺保養品 他們都有他們自己的家 所以變成說你更知道說 欸我有一個東西拿出來用 然後放在桌上 我應該要把它擺回去哪裡 然後也因為就是 我買了這個收納盒之後 它上面都會有一個蓋子 其實它是一個托盤 我後來就是做到一半的 勾正編織的作品就會放在上面 然後隨時就拿那個托盤起來 就開始勾 也比較不會就是 各種材料散亂這樣 比較不好收 最後壓軸就要來介紹這張電競椅 那會買這張電競椅呢 其實是因為我覺得它的配色很特別 它是一個台灣廠商主要做電競滑刷啊 鍵盤、主機之類的 那它也有在做電競椅 那這個好像是某個活動的特殊配色 所以我覺得它的淺色 比較能夠搭配我整個書桌淺色的造型 但是事實上 我在買這張椅子回來的時候 其實組裝的過程很艱辛 因為那個時候它送來的時候 是把所有的羅斯羅毛都直接拴在這個椅子的本體上面 我猜它可能在工廠的時候就是直接這樣拴上去順便打動 所以那時候我跟我男友耗了非常大的力氣 再把所有的羅斯羅毛全部先拴下來 然後把那個零件放上去再拴回去 就是如果你沒有人協助你去組裝的話 要注意一下 其他的東西我都覺得非常的完美 包括我位置這麼小 但是這個椅子還是可以完全的就是在這裡面 讓我自由的進出 它這個扶手是可以就是向內向外的 所以呢我進出的時候可以把它向外 我也比較方便進出 那它這個椅子還是可以就是180度的往後 但是我也不會真的180度往後啦 我這邊這麼的狹窄 我也不太有可能用這個功能 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剩下的我都覺得這個椅子非常的舒適 應該說讓我在剪片寫膠本使用電腦的過程中都非常的舒服 然後可以維持一個良好的坐姿 那今天大概的分享就是主要是我桌子這些我做的一些改造 然後我怎麼去收納我的這些東西的分享 那最後有兩個思考問題想讓大家思考一下 第一 你有沒有自己改造書桌的經驗呢? 最後是如何去完成的呢? 第二 書桌上擺什麼樣的東西你覺得是會讓你心動的呢? 有任何想法都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喔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啦 希望今天的影片對你有所幫助 尤其是我在規劃如何改造的過程 那喜歡我的影片請幫我按個喜歡 並且訂閱開啟小鈴鐺 繼續支持我做相關主題的影片 順便看看右邊還有沒有什麼你感興趣的影片喔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